大家好 这几年在中国这里出了很多无耻的专家 而且这些专家往往都是那知名学府的专家 比方说清华 北大 复旦 人大等等这些大学里头 出了很多那些言论无下线的教授专家 而且他们讲这些话好像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一样 让人觉得这些教授根本不能称之为人 但是他们就在中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学府里头担任这些教授 你看这个胡安刚 孔庆东 张维为 陈平 对不对 那种让人听起来都非常无耻的言论 现在居然能见到中国的这个舆论的制高点 而且被这个官媒广泛转发 那么大家看这个世道已经到了什么样子了 那么今天清华大学又一个教授讲了一个言论 让人觉得在清华学府里头的教授能讲出这种话 那么证明这个清华大学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不然的话他这个大学里头怎么会出这样的人呢 对吧 我们来看这个报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彦遂在七分之一节目里说 这个七分之一是一个电视节目 他接受访谈的时候他谈了一段话 他是这样说的 不是延迟退休年龄是延迟领取退休金 他建议六十五岁领取并称的发达国家都是这样的 这是不是真言说瞎话 人家发达国家每个都有完整的福利体系 包括退休金体系 他不能断章取义来误导中国的老百姓吗 这个梁彦随教授的这个建议啊 他是为了给国家分忧啊 就是一个是解决就业问题嘛 一个是解决养老金的问题嘛 那么他的解决方案具体就是这样的 你一个人呢工作到五十岁以后你就退休 但是国家这个时候呢不给你发养老金 到六十五岁的时候啊再给你发养老金 这是他的基本构想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是当一个人啊 把你最美好的青春啊都用完了 到五十岁的时候你的创造力已经下降的时候 你就退休把你的岗位呢腾出来 让年轻人去干 这样的话就是缓解了年轻人的就业嘛 然后这期间呢国家还不给你发养老金 然后你到六十五岁的时候呢再领养老金 你说他这个计划奇葩不奇葩 让我说应该是歹毒不歹毒 对不对 你现在算算好多年龄五十岁的人 因为以前都享受这个国家计划生意的政策 好多人生孩子已经到三十岁左右了 他到五十岁的时候他的孩子还不到二十岁 大学还没有毕业 那么这个时候他正属于那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 你就让别人从工作考虑上退出来 然后呢还不给你发退休金 那你让这部分人怎么去生活呢 所以我说他这个计划啊还是非常歹毒的 他这样说了以后呢 这个记者呀当场就提问 就问他啊如果一个人五十岁退休的话 六十五岁才领到这个养老金 那么这十五年当中他是怎么度过的呢 对不对 他有他的解释 他说我们现在正在写这个政策建议 让他们从生产企业退出来 经过培训居家就近参与老年服务 五十岁到六十岁的男性呢 去做一些老年养老院的园林义工 就是种点树呀 修修草呀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五十岁到六十岁的女性呢 去陪老人做做饭 洗洗衣服做点编织多好 这是这个教授呀当时回答这个记者的 那么这个让人听了以后 觉得这个教授呀不是人间烟火 对不对 那么你要讲明白呀 你五十岁退休了 让他去做老年医工 你给人家发不发薪水呢 对不对 那不发薪水人家的日子怎么过呢 以前靠着工资可能紧紧巴巴 还能过日子 那么你现在把薪水给人家停了 怎么办呢 因为你说的是义工呀 对不对 那是没有工资的呀 你让别人自己吃老本吗 那假如说这个人就没有老本呢 对不对 你想一个普通人啊 现在的这个薪水收入呀 也仅仅够自己生活 况且我想啊 很多五十岁的人呢 可能头上还有房贷呢 对不对 上面要养老人 下面还要供养子女 那么他哪来的钱养活自己 所以啊 这种专家啊 应该仍人唾骂 另外他这个方案里头还有一个 那五十岁到六十五岁之间 如果突然去世了怎么办 国家有什么照顾没有 那么你欠我的退休金 你是不是应该让我的子女继承 这些有没有配套的办法 况且他在国外做比较啊 这个是毫无根据的 就拿美国来说 你可以选择各个年龄段退休 只不过你退休以后呢 你领到的退休金是不同的 你六十岁退休 跟六十五岁退休 你的退休金是不一样的 甚至你到七十岁退休 你的退休金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还鼓励老年人就业 就是你要有能力 你想去干你就去干 你干的时间越长 退休以后要拿到的退休工资 各项福利啊 反而会增加 所以你会发现 好多超市里头那些服务人员呀 都是那个年纪比较大的人 对不对 所以人家这种制度呢 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那你这种制度是啥呢 就是剥夺劳动者的权利嘛 不但不让别人劳动 而且把别人该得的退休金 给人家剥夺掉 那你说你这个教授还是不是个人呀 我看这个杨彦随教授 我看他这个年龄呀 估计也在五十岁左右 我觉得他应该首先退休 应该按他讲的这个方式呢 去生活 而不是在这大言不惭的呀 给老百姓说教 然后自己呢 享受着这个教授的待遇 对不对 这种人我觉得啊 共产党应该让他们与身作则 如果共产党觉得 他的这个建议非常好 要推行的话 就要让这些人啊 先去践行这个实验 践行个几年 比方说这个杨教授 先把他的退休工资停了 让他先到别人家去 无偿的当保姆 去照顾老人 然后教别人搞编织 不发工资 当义工 干上三年 如果感觉良好 生活还特别快乐 那么他的这个建议呢 再拿上议程嘛 你不能让他们信口慈黄 就这样把人家一个家庭的生活呀 毁了嘛 所以我建议啊 中国这些专家啊 确实应该管一管了 在中国充斥着大量的这样的 无良的专家 他们会扰乱视听呀 同时他们胡说八道的话 实际也是对党的威信 会造成损害的嘛 所以如果中国你想执政的话 对这些专家呀 要进行一个很好的管理 要不然的话 由着他们胡说八道 那就是真正的祸国扬名嘛 好吧 这些节目呢 就聊到这吧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